总攻开始 炮就要打到陈长杰司令部 好的 总攻时间定在十四日 上午十时 军委县令三天 你需要几天 我不好讲 三匹首长四十八小时怎么样 要我说三十个小时就够了 平津战役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在军事上虽然不如辽审淮海那样激烈 但在政治的博弈上 则明显超越了辽审淮海 平津战役前 我军在华北的部队共有三个兵团 及地方部队共计四十六万人 但由于徐向前率领的华北一兵团 正在解放太原 所以实际能参战的 只有位于平隋县和平汉县的 杨德志兵团和杨成武兵团 而副作义领衔的华北角总 则有四个兵团及地方部队 共计五十五万余人 我军在人数上并不占优 而且副作义死人 互为善战 在战前 朱老总曾说 副作义在作战上 学了日本人的一些办法 也学了我们的一套 在华北方面 他的力量现在远比我们大 所以副作义是比较不好打的 如果单靠华北的两个兵团 想吃掉副作义 确实有些难度 但随着东北的解放 华北的问题就很好解决了 随着辽审战役的结束 面对东野百万大军 即将入关的强大压力 无论副作义还是蒋介石 都对平津的局势感到悲观 11月2日 沈阳失守后 国军随即召开了紧急会议 讨论华北的下一步行动方案 在会上 他们提出 目前 华北副作义部有两套方案 一是南下山东 在山东作战 二是将部队海运撤到青岛 再转运到江南 4日 副作义被召到南京开会 何应亲相父转达了蒋介石的意思 如果他愿意率部南车 那么蒋介石愿意让他全权负责东南军政 副作义却没有那么悲观 他提出了第三条方案 固守平津 一海作战 蒋介石向来就是一个犹豫寡断的人 他当然希望副作义难撤 准备徐棒会战兵拱卫南京上海 但他另一方面又希望副作义能在华北坚守 牵制住南下的东野 稳定全国民心 最后 蒋介石同意了副作义固守的方案 但他要求副作义用一部兵力守备北平 以主力确保金箍 以便华北支持不下去时 有一条南下的海上退路 蒋介石把华北的防御重点放在了出海口 副作义则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放在了北平以西 而把中央军放来了北平以东 以便支撑不住时中央军能更快地从出海口难撤 这算是一个对蒋介石的交代 副作义似走非走 似流非流 如何更有力地解决华北问题 成了中央着重讨论的一个问题 如果逼副作义走 平津自然可以不站而得 单队以后南下的作战无疑是增加了很大的难度 谁也不想看到化僵而至的局面出现 如果副作义留下来 我军固然要费一番周折才能解决平津 但在东野入关的绝对优势兵力面前 这个问题其实反而容易解决 况且 我军写解放东北之余威 可以在政治上对副大作文章 为了不让副作义撤走 中央随即命令徐向前暂停攻击太原 华北部队对归随撤围 并在西县平张路发起进攻 吸引副作义救援 11月29日 华北三兵团阳城五部发了对张家口周边地区的攻击 平津战役正式打响 张家口是查哈尔的省会 也是副作义的重要据点 张家口一带有失 副作义将和他的基本根据地随远失去联系 助手张家口的11兵团司令孙南风及电球员 副作义判断东野入关上虚时 决定派兵西原 想着解决掉张家口的危机后 再回师对付东野 副作义派出奈以起家的嫡系王牌35军增援张家口 在洞察我军意图后 副作义又急令35军返回 但由于35军军长郭景云狂妄拖延 35军最终被杨德志兵团包围于张家口 为了营救嫡系部队 副作义又派出104军主力前往增援 35军之前支援张家口又撤回时 为了运输自己的武器装备 把104军的一个师留在了张家口 做事齐备为奸 导致104军军长安春山非常不满 而为了让安春山尽力增援 副作义又将他任命为西部地区指挥官 导致郭景云狠不服气 两位军长心存芥蒂 彼此仇恨 上演了国军的传统戏码 更导致35军无力突围 后来35军已经无力逃出 安春山担心自己被奸 匆忙下令部队东撤 结果被东野城紫华兵团包围 副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 咱们找准时机 截了他的海路 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没错 既然他要和谈嘛 北平天津 我们就先不打 为而不打 12月11日 毛主席定告杨德志 让他对新保安采取 为而不打的策略 让副作义不好下 从海上逃走的决心 而与此同时 东野部队已经浩浩荡荡入关 毛主席只是东野采取 隔而不为的策略 且短天津 唐山 唐沽 北平之间的联系 中央反复强调控制出海口 防止国军渡海难撤的重要性 而唐沽作为天津外港 国军海运难撤的唯一出口 因此一度被列为首要夺取目标 东野对唐沽发起试探性攻击后 发现唐沽背靠渤海 地势平坦开阔 不利于进攻 而且防守此地的侯静如 已经将其指挥所搬到了军舰上 一旦失利便可随时撤退 东野首长认为 如果攻击唐沽不能迅速得手 反而会给平均守军 趁机突围的机会 于是向中央建议推迟进攻 中央回殿表示同意 随后 东野参谋长刘亚楼 亲赴唐沽实地考察 认为全坚两沽守敌很不容易 建议将主要任务 放在解决北平之敌上 如果北平之敌不突围 则先以五个纵队解决天津 随着东野十二个纵队 四十八个师 及特种兵八十万人迅速入关 加上华北部队 我军参加平均战役的兵力 已近百万 形成了绝对的优势 在这样的局势面前 蒋介石已经彻底放弃了 坚守平均的幻想 但傅作义却对南下 一直下不了决心 平均战役和辽沈 淮海战役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在于傅作义 傅作义原本是山西延西山的部下 在禁奉大战的 卓州之战中立下其功 得到了对家张作霖父子喜爱 也得到了蒋介石的青眼和拉拢 当时社会上 已经有了很强的和平呼声 傅作义的部下 作战意愿也不高 多数高级将领都希望和平解决 他们毕竟不是嫡系国军 和蒋介石的部队不一样 和我军没有太多的历史恩怨 以上这些因素 都促使着傅作义向和谈迈进 而在平津战役前 中央通过对以上这些因素的分析 将傅作义列入了 可以争取的将领名单 并通过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 不断给傅吹风 当时 我党在北平的地下党负责人崔岳梨 也通过关系说动了 和傅作义私交很深 一失一有的刘厚彤 让他出面劝诫 还有我党地下党员李炳权 也通过傅作义的联络 处长李腾九两人 是唐兄弟关系接通了傅作义 于是傅作义慢慢就和我党建立了联系 11月上旬 傅作义通过北平地下党组织 转告毛主席 表示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误的 蒋介石的那条路是走不通的 今后要以共产党为中心 实现救国救民 他准备和谈 不打内战 尽管和谈的是被提上的日程 但距离真正的和平解决 还有相当距离 傅作义的手上 毕竟还有几十万部队 再者 傅作义是一个思想上 较为传统的中国人 在历史上 也好投降也罢 都会被视为不道德之举 在这方面 傅作义有一定的思想包袱 况且 就算不考虑自己的利益 傅作义也要为自己的 一众部下的未来考虑一下 因此 傅作义在和谈之初 还是希望通过一定的政治安排 让自己和部下 在未来保持一定的地位和利益 他曾提出希望 以华北五省二市的资格 参加未来的联合政府 并将平津宝茶随化为和平区 所部改成人民和平区 他的这个想法过于乐观 难免被我方认为是想在政治上 平分政权 军事上保存实力 在华北和我们平起平坐 十二月七日 傅作义的特使再次带来 傅作义的意思 希望解放军让出南院机场 并将被围在新保安的 新三十五军 放回北平 以加强傅作义对北平的控制 你帮我你一份电报 命令杨德志 程自华 务必要把三十五军 歼灭在新保安 打掉了三十五军 傅作义就成了 梅牙的老虎 去吧 为了挽救三十五军 傅作义一定会不惜血本 非俄不活 十二月二十一日 我军对新保安发起进攻 一天后三十五军大步被歼 防守张家口的孙兰峰剑状 想要突围 也被杨成五兵团 配合东野部队全歼 至此 傅作义的主力损失惨重 中央军在平津地区的影响力 则更大了 一方面 傅作义失去了 和解放军谈判的资本 另一方面 他在中央军掌控的底盘下 和我党谈判 也更加心惊胆战 此时的傅作义 陷入了极大的矛盾 为了打消傅作义的幻想 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党在公布的 四十三名战犯名单中 列入了傅作义 傅作义得之后 大受刺激 赵部下说 两方条件相距太远 根本不能谈 要准备打仗 但实际上 将傅作义列入战犯名单 并不是为了惩罚 他这点可以从复日后的待遇看出 而是因为将傅作义列为战犯 实际上反而能提高 他在平津中央军中的影响力 毛主席说 借此诉文章 实际上则我们谈好 比应外合 和平解放北平 利此功劳 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 傅作义最终冷静了下来 于一月上旬继续展开谈判 但在谈判中 傅作义仍然难以接受 我方提出的条件 所有军队必须一律解放军化 地方必须一律解放区化 为了打消傅作义 最后的动摇和犹豫 平津前线总前委决定 发起对天津的攻击 天津战役仅仅进行了29个小时 就宣告胜利 国军13人首敌被全歼 留守堂固的17兵团5万人 随后乘船离开 拿下天津后 中央又将进行完张家口 和新保安之战的杨成武 杨德之兵团调回北平 使包围北平的部队数量 达到了13个纵队50多万人 形成了绝对性的压制 使国军从北平突围完全失去可能 1月13日 副作义派华北角总副司令 邓宝山前去和四野首长谈判 初时邓宝山仍希望 我军让出南院机场 并成立联合政府 四野首长达 现在没有条件可谈 只有将北平守军 开到城外指定地点改变 别的什么都不可能 毛主席还亲自操道 给副作义写了一封异常严厉的信 要求其必须在1月17日 到1月20日24时前放下武器 接受改变 副作义权衡立弊后 决定接受我方条件 和平起义 1月21日 副作义在怀仁堂召集高级军政官员会议 宣读和平协议条文 不必 大多数人表示同意 只有少数中央军将领持有意义 但也不敢公然反对 只是表示希望放他们难去 为了避免中央军将领结外生枝 保证北平的和平交接 在请示我方同意后 副作义同意将第四兵团司令李文 九兵团司令实觉 十三军 十六军 三十一军 九十四军等军 团以上 军官用飞机送去青岛九十二军 军长黄翔决定留下 率部接受和平改变 一月二十二日 北平国军以示威单位 陆续出城接受改编 一月三十一日 东野部队进入北平城区 全面接管了北平防务 至此 北平终于和平解放 这座千年古城的历史 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在西柏坡接见了副作义 并说 过去我们在战场上见面 清清楚楚 今天我们是孤旧亲戚 难舍难分 北平和平解放后 国军在华北仅剩下了太原 大同 新乡 安阳 青岛等几个孤立的城市 我军在华北 东北 西北 华东掌握的根据地则连成一体 面积占到了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人口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为进一步向全国进军 奠定了稳固的后方和物质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费息